指揮中心公布第12轮疫苗的接种量 能发现台北市是六都垫底 好来看看 在这个第12期第一阶段 AZ6都开设接种量能比台中是第一 再来沟雄桃源新北台南 最后垫底的部分就是台北 而至于呢 陈时中还说 北市有困难可以反映 希望北市能够赶上其他县市酸度报表 说要多努力一些 在台北市副市长泰秉坤来反驳说 是中央自己两阶段的分配 出了问题 好看到第一阶段的分配呢 台北市开出了21万剂的量能 但是中央叫41万人来预约 一定会有问题的嘛 第二阶段提高到26万剂 中央找18万人来登记 这表示呢根本没有规划 所以在一档现在呢 也来质疑了说 是不是中央刻意带风向 针对台北市呢 我们可以看到台大的儿医院长 黄立民黄医师就说了 以台北市的医疗量能 要开两倍量能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应该是中央跟地方要有共识 像刚刚呢这个量能计量跟预约的部分 好这个真的是有落差 所以会有一些状况出现 那前疾管局副局长 施文怡 师傅局长也说了 打第二季大部分是长者 所以应该要开放多一点的地点 但是台北市集中在花博 那打第一季BNT 多一点年轻人 少开点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可以看到中央跟地方 现在是有不同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也因为台北市确实开比较多 在花博最近也是抱怨声不断 那现在还有立委就提出了一个 自己的想法也说了 这为什么会这么做 是因为陈时中在为自己要来选台北市长来铺路 有台北市民抱怨打AZ只能跑到花博 难道是整人游戏 本来是远啊 你看在文山基跑到这边来 姓隆隆隆跑到这边来啊 有点远 从内户来 可以分散到各个地区的小医院去打 不过台北市强调中央可以误导 只公布部分资讯 台北市根本不是最后一名 搬抢中央分配才有问题 你两个阶段 你不是一个比较平均平衡的 你第一阶段 让41万人 要来预约我台北市的量 我第一阶段 当然没有那么多量 我相信台北市的医疗量 应该是全国最好的 那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中央为什么特别去公布这两个 因为资讯非常的不对称 那他只选择信了某些讯息 让民众去看 中央是不是刻意想修理台北市 陈始忠再将一军 那实际有困难可以大家再来谈 台北市的医疗量能算是全国最高的 大家知道是资源最丰沛的 那六都其他做得到 我相信台北市也一定做得到 我们都知道陈始忠自在选台北市长 所以他等于要为自己铺路 就公布这个 让台北市民知道 说台北市现在疫苗防疫方面 做得很糟 中央地方隔空大战 政治互斗下最倒霉的恐怕还是老百姓 记者张正平是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导 好 再来全国疫苗接种 22号会迈入高峰 为什么呢 到时候会有四款新冠疫苗都在打 从今天开始开放大家预约了 大家都在抢双北更是一级的战区 好 来问问有没有在聊天室里头 双北的民众因为抢不到 你也跨区来预约接种疫苗 欢迎在聊天室里告诉我你到哪里来打疫苗 现在有民众说新北有29区台北12区 但是他扫完了41个区 根本都额满 根本没办法预约 所以呢 只好来到基隆桃园跨区接种 那其实不止双北 包含了宜兰台南等民众也都是跨区 预约到比较偏远乡镇打疫苗 民众痛批 是不是把百姓当成难民 只能够自己找地方打当时的医院登记 登记假的吗 现场一阵惊呼 上网预约疫苗变得像开墙 双北民众大抱怨 施打疫苗的地点 根本预约不到自己居住的行政区 我当初预约的时候 我是预约南港 那稍稍一犹豫就立刻而满 那所以只好就跑到旁边的戏址 他只有地址 没有位置 那我当然要选离我家比较近的诊所 然后我就去Google再上去名额全满 真的预约到很火大 有不少双北的民众都上网抱怨 家住新北英哥的刘先生 自己家旁边就有接种站 但是却没有办法预约 只能跨区预约 还有一名住新北的黄小姐帮儿子预约 却得专程跑到桃园巴德打疫苗 类似的状况层出不穷 要是也接到不少抱怨 开放预约之后 大概半小时后 大概就额满 接下来的所有民众想要预约 都可能需要跨区了 尽管已经有先前11轮次的 疫苗接种经验 但第12轮规模扩大之后 还是破了功 上百万人抢破头 甚至有民众从新北到基隆 从台南跑到嘉义 才勉强预约成功 那是一个开放的施打点 的一个问题 当然都有一些不方便 既然有这样的一个 可以一个供给的量 的到货的量 那加上施打的意愿 我想要尽量来满足 号称超前部署的 疫苗意愿登记平台 对民众年龄施打县市等 该有所掌握 但中央跟地方却不沟通对应 如今预约打疫苗 却也需要靠运气 拼手气 还得大老远跑到其他地区打疫苗 乱象一堆人民怒火中烧 记者周天杰 王一仲台北报道 好 来看看呢 大家是不是都跨区来打呢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地方打 像是在瑞德林说 他是新北到中山 好 还有林文廷说 他新北到基隆打 以及这个路过六复 说跨了170公里 好 所以呢 还有人是万华来到中正打 好 确实要在自己的行政区打 好像真的是蛮难预约的 包含了像是Alex也是 他说附近的接种站都已经满了 好 希望呢 这个政府能够想想办法 还有Sofia说跨区预约比较有机会 这个预约制度真的让民众觉得 头很大 很有问题 那再来看到 在昨天传出是富邦金控董长蔡明星 她从美国入境才有点确诊 清晨6点多 富邦金控也发了重讯 强调公司的运营不受影响 到了9点半再发声明 证实蔡明星她是从国外返台 在机场采检确诊 那当时呢 在这个隔离的部分 好 我们先来看到 在10月16号入境采检 发烧肌肉酸的红龙痛 结果采检确诊 匡列同个班机 接触者整共5个人 那至于蔡董长本人 现在在专责病房隔离当中 健康状况良好 新闻移入案例持续增加 19号公布新增5例 其中1例案16448 60多岁男性 从美国入境采检确诊 曾完整接种过2剂AZ疫苗 一度传出这一例 就是傅邦金董事长蔡明星 这个我们就不证实 她是打什么样的飞机 尽管指挥中心 19号不愿证实 但事隔一天 上午傅邦金发声明 证实蔡明星日前 从国外返台 在机场采检确诊 目前在专责病房隔离中 健康状况良好 感谢各界关心 根据指挥中心 公布的案例症状 案16448 10月16号 美国入境采检 出现发烧 肌肉酸痛 喉咙痛等症状 以匡列同班级接触者5人 而傅邦金在清晨6点55分 也发出重讯 强调相关消息 对公司财务没有影响 以主管机关防疫规范 订定应变措施 并落实防疫规定 市场上 当然会有一些 信心不足的这个卖亚 会涌出的 那我们暂时呢 把这个当作一个 消息面的正常的一个反应 傅邦金也发出 内部员工公告 为落实公司治理 建立代理制度 董事长蔡明星 休假至10月31号 职务由董事蔡明中代理 不过副邦金上午开盘 股价74.9元 原本小涨0.01元 但蔡明中确诊消息一出 9.40分后 股价已经跌到74.1元 跌幅达到0.94% 金控大佬确诊 引发各界关注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好 现在大家关注 面对高传染力的Delta病毒 什么时候 台湾能够全面开放 前副总统陈建人提出 两期疫苗覆盖达到七成 甚至第三季都不用打 只要打高风险族群就可以了 指挥中医指挥官陈仲 认为说在第二季的部分 覆盖七成 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数字 但是专家认为 台湾疫苗施打时间不一 甚至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有很多人是没有打到疫苗的 如果你也是一样 还没有打到疫苗 有欢迎在聊天室来告诉我 所以订定覆盖率 现在开放标准 这个都只是想象 未来追加新世代疫苗 应该是以每人一年一期疫苗 为考量 台湾口罩禁令逐渐放宽 但何时能全面开放 前副总统陈建仁认为 Delta病毒传染力惊人 根据实验室数据 两剂覆盖率要达近九成 才能全面开放 但根据国外实际经验 只要70%到75%就可以 覆盖率到七成 那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 两剂要达七成 恐怕还有一段距离 因为截至19号 全台疫苗覆盖率 一剂是63.5% 二剂覆盖才22.74% 专家更认为 疫苗覆盖率无法当成开放标准 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面对的 是有些人七八一就施打完 是第二剂 有些人到现在第一剂都还没有施打 我们只能用两剂完全施打 这些数字其实都是一个 想象的一个数字 陈建仁更提出第三剂疫苗不一定要打 只要留给高风险族群即可 但专家点出每个人施打时间不同 还有考量体质还有抗体下降状况不同 才能决定第三剂疫苗应该给谁优先施打 得要发展一个科学方法 有效去检测这些完成两剂注射的人 第三剂的一个施打时间 种类未来西世代疫苗的引入 能够让一年一剂为基本诉求 疫苗趋缓覆盖率攀升 但台湾全台开放标准 恐怕还有带指挥中心详细评估 记者谢宏如曹娇人台北采访报道 江湾不明昂极尊深夜宣布 从国内机场前往里岛旅客 今天开始不需要筛减 只要填写健康生命书就能登机 也因为这个消息太晚公布了 很多民众不知道 一大早还是来到机场准备快筛 结果铺了个空 抱怨声不断 要坐7点飞机到澎湖 那怎么这么早来 本来以为要快筛 所以今天来到机场 知道说有功能 说不用快筛这样子 我看你那么早来 就是不清楚以为要快筛 游客说很心松一点疲惫 因为他们为了搭上早班飞机 一大早就到机场准备快筛登机 没想到机场内的快筛站 却空空如夜 疑问之下才发现 原来飞往离岛的航线 已经通通取消快筛 游客全都扑了个空 民航局因应疫情降级 在19号晚间10点突然宣布 20号开始 国内五个机场 包含松山 台中 嘉义 台南和高雄 只要飞往离岛航线 通通取消快筛 只需缴交健康生命书 但许多民众早就上床休息 根本没收到通知 甚至有人提前将近两个小时 到机场只能空等 离岛免快筛 紧急上路游客全都补 萨萨怨声连连 民航局赶紧出面澄清 我想这是指挥中心 整体的考量的一个结果 目前的做法是 旅客到机场填写健康生命书 那我们有考量说 用线上的方式来处理 可能会更加方便 这部分我们都在整体的一个评估 民航局表示筛检改采自愿制 如游客有意筛检 提早90分钟到现场仍可进行快筛 机场也会配合指挥中心 持续滚动相关政策 未来如有必要 会随时恢复筛检战运作 记者侯宇常卸甩SNG台北报导